大家好 我是 Ray Ma 對上次我們這樣拿一隻藍牙喇叭回來評測講解 都真的很一段時間之前 而今天我們拿回來這隻 它的外觀設計第一眼看到已經覺得它很復古 同時是很精緻和有質感 型格 而再開聲之後我認為它的音質輸出相當有驚喜 雖然它的定價對於部分準備入手藍牙喇叭的用戶來說 可能有點超過預算 但我看過它的外觀造工質感和聽過聲音之後 仍然覺得它是一隻很值得深入去測試它的音質表現給大家看 再仔細看看它的造工和外觀設計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首先這次Fender Indio 2 有兩隻顏色或外觀設計的選擇 第一隻是我現在正在展示的Tweet 黃色 另外亦有Tolex 黑色的版本 而在我做資料搜集的時候發現Tweet 這個設計 原來亦是很有歷史 可以追溯到以前Fender Tweet 的吉他 Amplifier 的喇叭上 一樣都有金屬外網和黃啡色布料的設計 大家又覺得這隻新的Fender Indio 2 的Tweet 設計 和以前Fender 的 Amplifier 又像不像樣呢 事實上在幾個地方都很捉到它的神髓 首先是這個人手裝嵌的金屬外網 以及機身都用了一隻黃啡色斜鑒的布料 整隻喇叭的感覺會比較重金屬感和布料的質感 在色通和布料設計上都很經典和很復古的味道 另外在機身頂側的電源開關 這個撥掣紅寶石燈的設計 旁邊亦有幾個扭掣 包括有音量調教和高音低音調教 還有剛才聽到是它的開關和藍牙 pairing的聲音 亦是很有味道的 現在我再聽一次 再在旁邊有Jewel 和Pair 的模式切換 Jewel 可以用兩隻Fender Indio 2 組成左右聲道 立體聲兩隻喇叭一起使用的效果 在機身後面有電源顯示 它是四顆LED燈 25、50、75、100% 電量顯示 另外有電源輸入 有USB-A 的電源輸出 它可以當作是流動的電源 幫我們手機充電 另外也有3.5mm 奧線 整個插埠和按鍵位置的plating 都是金屬物料 而美中不足的位置是連接音箱和手抽手柄的位置 是塑膠的物料 但考慮到耐用度上 塑膠的物料 我相信如果真的要經常帶出帶入 或到處拿著 耐用度上會比較耐用 而最後在機底下 都有四隻腳 跟傳統的木箱喇叭一樣 它可以有吸震的效果 而音質方面 Fender Indio 2 擁有四個喇叭單元 包括一對3.5 吋的低音單元 以及一對0.63 吋的高音推特 整個系統的功率輸出 由上一代40W 提升到今代由60W 而連線方面支援 Bluetooth 5.0 和 SBC 或 AAC 傳送格式 而這隻喇叭內建Microphone 有收音咪可以做到手臂 講電話通話的效果 至於Fender Indio 2 實際的喇叭外放音質方面 為了測試到這隻喇叭針對不同類型音樂 和人聲的表現 我亦特別安排了不同類型音樂的 Playlist 去測試 首先有Rock Music 主要是男聲的Rock Music為主 另外有Dance Music和Pop Music 主要是重低音同時有比較雄厚 有力的女聲中低音的女聲和男聲的表現 最後亦都會測試背景清一點 比較Acoustic 度向女聲 比較高頻女聲的表現 包括同時有名的女聲 放開而來自有捨唱的 我也要很需要 放棄其中早期所 更令人的歌曲 由一名國極別 對於Fender Indio akl組織中 彍組操作 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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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This hands could hold the world, but it'll never be enough 整體在我的聽感裡面來說 Indio II 的音樂調教偏冷聲調 尤其是人聲相對會偏冷聲調 同時高音清澈度是非常高的解釋力 低音在 Subwoofer 或 Subbass 的低頻率部分 是很強勁的深潛力和很大量的低音 而這支喇叭給我最大驚喜的地方 是中低音和高音人聲部分有很明顯的分離 整個背景音樂的低音結他或低音部分 好像跟人聲完全分開輸出的感覺 人聲是非常清澈 Rock Music 是我認為這支喇叭最好聽的部分 清晰而靠前偏冷聲調的男聲 再加上很清澈的高音和高的分析力 再加上人聲和低音部分的分離度做得很高 都是令到Rock Music 或者音樂特性比較複雜的樂曲 在這支喇叭上有好好表現的最大原因 亦都很適合聽Pop Music 或者 Dance Music 比較多重低音或者EDM 這樣的音樂 這支喇叭都是很適合去聽的 而如果我要挑剔這支喇叭是它對於高頻鋁聲 或者是鋁高音的acoustic 音樂 它的鋁聲相對因為偏冷聲調 感覺會靠後一點 以及鋁高音的穿透力上可以提升 而最後電池續航力方面 Fender Indio 2 可以一路插濕電充電 一路播歌 亦都可以不插電 用機身內建電池可以最長 一次完整放電 用到25小時的音樂播放時間 最後總結 個人認為Fender Indio 2 是一支外觀設計見得人 同時間它的音質亦是非常出色的藍牙喇叭 包括它的木製音箱部分 上面有Tweet 黃色啡色的布料 cover 再加上大量的金屬元素 在外觀上唯一找到的塑膠 只是個人估計Fender 考慮到內用度 以及日常應用的方便上 上面用了塑膠的手抽柄位置 而它的音質對於Rock Music 或重低音 EDM 的音樂亦都非常出色 特別針對男聲的Band Music 或Rock Music 它的電結他、Bass 的效果、彈拔樂器 或者是冷聲調的人聲 都是令Rock Music 出來的效果很剛強有力 以及彈拔樂器每一下都很清晰有力 節拍感很強勁 如果我要找它最大要挑剔的地方 比較清小小背景的女高音音樂來講 未必是這支喇叭最出色的地方 以及這種form factor 的藍牙喇叭 它的音效是直向平面向前發射 可能是高了、低了或比較大角度傾側 左邊、右邊去聽這支喇叭 可能聲場未是那麼廣闊 但可以用兩支的Stereo Droid 模式就可以用兩支喇叭 做到立體性的Stereo 配合效果 最後售價方面 黑色或黃色的Fender Indio II 價格上有分別 這支Tweet 版本是$3280元 而黑色的Tolax 版本是$2980元 對於一支藍牙喇叭來說 到這個價位相信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的選擇 但說到要有Fender 的Tweet 或Tolax 喇叭的 那種經典的靈魂或質感的感覺 以及針對音樂調教 澎湃的低音和清晰的人聲和高音的分離度表現上 都是我聽過的藍牙喇叭之中 數一數二最出色 甚至是我自己聽過最好聽的藍牙喇叭 現在分享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接下來會有更多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以及其他音響系統測試 以及最新的手機發佈資訊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有最新的影片 按一下小鈴鐺 立即收到通知 下次再見